歡迎收看今天2月8號的蠟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一寇 我們今天在台灣的政治發展上 這位女性的總統蔡英文 她又露了一手 她不僅非常平順 而且快速的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之下 宣布了我們的政府要開放日本的福島食品進口 同時她也打臉了習近平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來做一個內幕獨家的討論 各位記不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的CPTPP的入會的雙邊跟多邊討論 進行的非常順暢的情況之下 突然有一天也就是9月16號 那個中國當局突然外甥一地雷的 跟各界說她已經宣布要參與CPTPP了 當時非常多的國際問題專家都擔心台灣完蛋了 蔡英文總統住下了大錯 你怎麼會讓老共拿下先機呢 可是在六天以後 我們的中華民國台灣也宣布要加入 事後大家發現原來中國事先得到了我們的情報 她才踹了我們一腳 好 善於忍耐 而且呢在鋼板跟棉花當中呢 柔中透出堅毅的蔡英文總統 就在今天又表現了她的領導的人格特質 她在習近平準備在今年的9月的29號 也就是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50周年之際 要端出一個大禮 那個大禮就是她習老大要宣布解禁日本的福島食品 就在這個之前的昨天晚上 蔡英文總統她出手了這個操作的背後 不僅是這一位女性的政治人物 她在領導上面的特殊風格的累積 同時她居然也幫助了馬英九總統 在任內無法完成的所有的難題 有的人說是爛攤子 其中的最後一個頁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馬英九任內想推年金改革沒推成 在卸任的時候還曾經提點過蔡英文總統 她在任內美國的萊豬 以及日本的福島食品 也非常的想要這個開放 但是一籌莫展 更別講她的633的政策 以及她在其他的重要的發展上面 像國建國造等等都沒有辦法完成 而蔡英文總統居然把國民黨籍的 馬英九任內沒有完成的這些政策跟政見 就在今天如實地實現了 她是怎麼做到的 而這一位女性的政治領袖 她所傳承的是李登輝總統嗎 從我個人的觀察 其實他們兩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蔡總統平時 而且她所做的是一種教授的風格 而李前總統呢 她所走的是一個謀略這樣的一個路線 兩者之間的差距對台灣的貢獻 我們今天要好好的來討論 同時也要探討 國民黨就在這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可以幡然回悟嗎 其中有一個攪局大王叫做趙少康 今天被各界變成了一個善效的對象 這位趙老大趙一半老趙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國民黨要被他的猴子戲要帶到什麼樣的一個境地 我們今天也要跟各位來進行深入的探討 同時呢 那位叫做黃玉廷的叛國的奧運選手 他背後的故事已經被揭發了 反正就是為了人民幣而犧牲了他自己的人格 出賣了他的國家 等一下我們要把所有的證據跟資料 來呈現在觀眾朋友的眼前 對於這樣的一位選手 他宣稱他在北京的冬奧之後 不要回到台灣 這個背後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所探討的 當然就是反讀促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 透過各種不同的操作 正在非常積極的促統 而日本的這位資深的媒體人 石板明夫先生都認為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 因為在軍事上面 似乎也看到他們有一些非常急躁的做法 就在這個關頭我們需要有什麼樣的法律上的修正 來防止內應者在關鍵時刻呢 一起來達到所謂武力統一台灣 而且拿下台灣這樣的一個邪惡的目標 最後呢我們要跟各位來討論的當然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心裡究竟有什麼樣的劇本 這個劇本呢 會壯大民眾黨嗎 按照他的一廂情願的這樣的一個破話 那就是他要成為打倒國民黨的第二大政黨之後 他要吃掉民進黨的執政權 變成第一大政黨 他會變成柯文哲總統 他會變成柯皇帝嗎 等一下我們有內幕跟各位進行討論 來介紹今天的來賓他要跟我們探討的是 另外一個非常的值得萬味的發展 那就是台中市長媽媽形象的盧秀燕 昨天晚上突然一變要變成戰鬥保姆了 他呢把新聞局長換了人 而換來的這個人呢 是當時的韓國瑜的新聞局長 是江啟臣擔任主席的時候的一個重要的幕僚 究竟為什麼盧秀燕要找鄭昭新來 這個背後是一個危機的開始的操作 還是其他的我們想像不到的秘辛 也請現在這位來賓呢 要幫我們做獨家的分析囉 為各位介紹他就是曾經擔任過台中市的新聞局長的左冠亭 柯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謝謝 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資深媒體人 邱鳴玉 大家好 好謝謝 也是資深媒體人余梅梅 柯姐好 大家好 好謝謝 我們今天呢繼續請到的是他的政治評論呢 從醫生的角度呢 受到我們觀眾朋友非常熱烈的歡迎的羅俊軒醫師 柯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謝謝 今天的國民黨的代表呢是張委員 柯姐好 大家好 我們已經跟他達成共識了 就是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全名不叫大陸國 他叫中國 那我們希望他叫中國北京或是中國 如果他非要加大陸的話 他答應我們他要講中國大陸 好 最後為各位介紹的是 政治評論家溫朗東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蔡英文總統 今天真的很漂亮 其實在我的這個媒體生涯當中 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都親身採訪 而且憑良心講啦 有一些人是看著他們長大的 蔡英文總統呢在做陸委會 主委的時候呢 跟新聞界的交往是比較比較的這個頻繁的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來主跑他的新聞 我記得在過年之前 我們做了一集的節目 那個節目是賴清德副總統 他前往宏都拉斯的這個總統的就職典禮的活動裡面 表現了一個他在2024超車所有的競爭對手的那樣的一個 這個非常精彩的節奏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談的是 蔡總統 他不坑一聲 不多做言語 默默的完成了一項 讓習近平今天應該是在中南海他的辦公室裡面 咬牙切齒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習近平想要把這個當成禮物 輔導食品開放 做成自己 慶賀自己是中日建交50周年的一個 這個非常完美的設計的前夕 他破了這個局 選擇無良的政府 痛批蔡政府踐踏779萬反核民意 國民黨團大動作開記者會怒搶突襲 但民進黨翻出前總統馬英九2016年的媒體專訪 當時他說 在日本福島食品的解禁進口上 不應該刁難我們的日本朋友 馬辦回應 民進黨刻意忽略馬政府當時的時空背景 馬英九兩年前也說過 如果政府有意開放日本福島五線食品進口 應該再公投一次 藍營群起抗議服食 2018反核公投領銜人 國民黨前副主席郝龍斌 更醞釀串聯國民黨執政縣市 地方包圍中央抵制服食 現在我也特地看了地方自治相關的規定 還有食品安全相關法規 窮盡洪荒之力 然後讓核災食品不能進口 甚至給民進黨一個教訓 金北市一定在整個食品安全 做好落實嚴格把關的責任 這絕對是我們地方政府的責任 我們好好做事來守護人民的食品安全 看在台北市長柯文哲眼裡 簡直靈魂錯亂 誰執政 誰要贊成 誰在也誰要反對 然後是政黨交替的時候 每個人都靈魂交換 立法重演 執法重寬 如果純粹只是理性物質科學 我覺得福島地區食品要開放 也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羅醫師 我們來看這個蔡英文總統 她的從政生涯裡面最經典的 當然就是2008年民進黨大敗之後 她在廢墟當中去擔任了民進黨的主席 不僅把民進黨救起來了 最後民進黨還是執政了 還第二次她連任成功 她這個記錄已經是讓各界非常非常的驚豔 更別講2018年的時候 民進黨也是被打趴在地上 當時所有的民進黨人都覺得完了 這個2020年一定是大敗特敗 將來的所有的執政的機會都會被 韓流所掀起的那個國民黨的浪潮給奪走了 結果沒想到2020年他得到了817萬票 那817萬票之後呢 到了去年的10月23號 陳柏惟被罷免 當時這個所有的台灣的本土派 或是台灣派甚至於這個 要台灣國際化的這些民眾 其實是非常失望的 我們也討論過對不對 那個時候到現在也不過才三個多月的時間 還不到四個月也 蔡英文總統的政府就已經達標了這麼多的事情 萊豬成功在公投當中不同意 大國同意 然後呢 台中中二選區把一個地方黑金家族給料倒了 那今天的這個福島食品的解禁開放 至少從昨天晚上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到今天中午反對的力量的那個動力跟反對力量的那個所掀起的那種浪潮 其實是還蠻低落的 那到底是為什麼 而蔡英文總統最厲害的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獨家知道的是 其實我們的團隊跟蔡總統都知道 習近平本來要在九月左右 就要宣布輔導這個食品解禁 他還以為這個是了不起的 五十週年中日建交的一個禮物 結果被蔡總統那個打臉 突襲 那這個讓人覺得 他心中這個大快人心的事 因為上次我們曾經被他打臉 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切的事情 其實在民眾看來 我都覺得不會覺得特別訝異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慢慢的有一種睿智 一種自信 你知道你的國家在做什麼事 你知道政府在對你呼喊什麼事 從這個四大公投 我們就很清楚 一個看起來那麼不討喜的公投議題 一看都覺得說 不是要珍愛藻礁嗎 那這個萊豬不是很有毒嗎 到最後 民眾可以貫徹一個意志是 我們希望社會不要亂 我們希望國家能夠大步走出去 我們希望把一個單純的政治議題 把它內化成一個什麼 全民真正政治意志的表現 結果出乎意料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那些在這個議題上面吵的人 罵的人 還有搭帳篷的人 聽說他最近要去走400公里 其實我覺得不要太辛苦 很多東西不要勉強 如果你開始走的時候發現沒有感動 可能就撤回台北 那個搭帳篷的人 剛開始搭之後發現什麼 沒有人靠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推動一個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是 感動 你的初心 今天核實的問題很清楚 所有民眾都感受到了 政府說什麼 政府說我們已經做了很周全的規劃 2018雖然有公投 這個議題大家有不同的表現 有不同的想法 可是世界氛圍在變 在改變 越來越多的科學實證 日本本身也很努力 有很多證據告訴我們說 似乎全世界都做好準備 那個在2011年我們本來很擔心的 一個核災之後 可能出現的這種人機的傷害 沒有發生 它至少沒有發生 那今天我們開放之後呢 一個很好的社會溝通 我為什麼說是很好社會溝通 其實對一個這麼被重視的一個議題 能夠在一個早上的記者會 頻不持續地跟民眾把很多事情說清楚 而且很多人在臉書上面就開始這個 廣傳一則圖片 這個圖片就是蔡英文幫馬英九 留下來的所有的問題都已經全部解決了 而且都已經實現了 這個還是這件事情裡面 對於蔡英文總統本人 他在身為一個台灣的這個 這麼困頓環境之下的總統 而且他選擇的這個時機是 這個農曆年的假期 昨天大家還在Monday Blue 你知道嗎 結果昨天晚上就告訴各位 我們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然後今天徹徹底底 記者會結束 那些哀嚎的人裡面 好多人都已經被當成是開玩笑的對象 而且已經變成了笑話了 這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一個總統他內心對土地有真誠的愛的話 他在任期的每一天他都在努力 剛剛Cover就講了那個CPTPP一開始 我們因為資訊被一些人把它外洩出去 別人可能接觸先登 先宣布他們要參加 可是我們講說其實社會 國際關係的推動它是永續的 它不是耍野小心機就可以得勝 這個事情我們看得很清楚 其實臺灣跟另外一個國家比較起來 臺灣很辛苦 推動這件事情很辛苦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有公投 各位想 今天臺灣說要開放 日本這個五個縣市的食物 還需要做很多的我們說的調查 研究去評估最大風險 還要開記者會 還要去注意各位輿論 大家有沒有什麼覺得不理解的 再去溝通 各位另外一個國家需要這樣嗎 他規劃9月29號本來要送禮 我要請教在場的這個記者出身的名譽 這個很爽的是 去年被打了一耳關 去年我們真的是栽在這個老共手上 因為他們從這個雙邊談判裡面知道了 我們可能要宣布CPTPP要加入 因為我們每一個國家都談得差不多了 被他們這個奪取了情報 所以他們截足先登 就在9月16號宣布 我還記得宣布之後的當天在臺灣 覺得這個最悲觀的 有兩個人 我的朋友裡面 一個是王好 一個是石板名副 他們都覺得完了 你這個老共先進去的話 他一定擋你 不讓你來 更別講我們還有萊豬的問題 還有這個日本的福島食品問題 對不對 那個時候的低氣壓 然後蔡英文被罵得臭頭 你記不記得 很多人會預測說 因為今年是中日建交 五十週年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這個中國 如果可以先加入CPTPP 變成是日本送給中國的一個大禮 這是相互的 對 那所以當然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拆大蛋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說 從這個包括萊豬的問題 或者是說這個福島食品的問題 就政府一直在強調 就是我們要跟國際標準來接軌 你要先釋出善意 跟國際標準接軌之後 你要加入國際組織 你才可以跟人家有談判的空間 不然你這個也不要 那個也不要 那為什麼人家要跟你談 但是什麼時候出手 就是其實是四個不同意的公投結束 再加上林長佐的罷免案 這個金錢過關 再加上黑金勢力 地方的嚴加被林靜儀跟所有的正義的 臺中的選民給料到之後 開了一條大路對不對 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背景吧 當然就是說 這也要很感謝 就是臺灣民眾 就是大家就是說 有這樣子如此的共識 就是大家想要加入這個世界組織 其實對於說跟這個國際的規範 就大家有想要有接軌 就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我覺得臺灣民眾的這個水準 也越來越高 那我必須要強調 今天政府他 我覺得大家會比較安心的有兩點 第一個他強調說 我們的規範會比Codex 或是比歐美的來標準都來得高 像Codex是每公斤一千倍克 那歐美的話是每公斤一千倍克以上 這樣子適合標準 那臺灣呢 今天已經宣佈了 我們是一百倍克 等於說我們比國際標準還要嚴格十倍 那所以這個就是加強了 就給大家信心說 對我們就是有把關的一個信心 那第二個 我認為說 反正像有些藍營的朋友 就是信者痕跡 不信者痕跡 你跟他說破頭 他就是不會相信 那也沒關係 就是說他會有這個五個縣市 他會給你 就不只是五個縣市 就說日本的產品都會有來自標 要標示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真的真的 你還是不相信的話 那你可以把那個產品拿出來看 那如果是什麼福島簽頁 如果你還是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不要買 就是給大家回歸市場自主的一個選擇性 我認為兩種 兩種裝管旗下有這種雙認證的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會給民眾信心 所以我們這個內幕消息就是說 其實在年假的時候 蔡總統跟國安相關人士 跟我們的內閣的所有的首長 還有基層的這些技術官僚們 他們在準備的就是這一件大事 對不對 年後的第一件大事 這個年後的第一件大事 其實每一個你在公投的時候 投了不同一票的人 都已經鋪出了這一條康莊大道 所以觀眾朋友們 你應該為自己感覺到高興 因為你投了這一票 然後蔡英文總統的政府 她聽到了這個訊息 所以她勇敢的展現了魄力 來做了宣布了 在請教羅伊士之前 我再請教民喻 這個早上看起來那些反彈的聲音 以及痛罵蔡英文的那些詛咒 好像並沒有聲高的感覺 反而變成了笑話 尤其是趙少康 她在臉書殺戀兵裡面 灌進了所有笑她的人 因為她曾經吃過千葉線 也就是福島地區的 這個食品的裡面的 所謂的金木雕 這個壽司 然後她被問到的時候 她說我那個時候不是國民黨人 今天我看她的臉書看得好療癒 全部人都在罵她 然後我們看到 她居然在臉書上面 昨天晚上痛批蔡英文總統 是強三個女 她用的這個字 強什麼名義 我不想用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粗魯 有失格局 而且完全這個 她是自己污名化了她的一個媒體董事長的身份 而且她還要做總統候選人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今天她已經變成了一個這個指標的人物 這個指標人物在她的臉書上面 所用的那個對 強什麼名義這個的結論 最好笑的是 趙趙康先生 他用的標題是強三個女名義 可是他下面的結論 寫到結論最後是說要死安把關 那不就是死安把關嗎 對 就死安把關 這個還虧她還這個都跟好龍斌一樣 都是這個科學出身的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國民黨為什麼今天反對力道 比較比較弱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印象深刻嗎 就是朱立倫剛剛當黨主席 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朱立倫一開始發的新聞稿 其實他們是同意的 而且說就是跟現在的這個講法一模一樣 就是大家要在這個國際規範之下 是可以接受這個福島食品進口的 大家記得第一篇的那個新聞稿嗎 就那新聞稿出來之後 就是因為趙少康他一震怒 那朱立倫馬上就縮回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國民黨其實他他反對是沒有道理 因為你一開始 其實你也是可以接受的嘛 你就是大家在國際的這個標準規範之下 那只是後來是被趙少康給綁架 就更好笑是趙少康被人家抓到你 這個一左手在反服食 結果你右手還吃服食 那你而且我坦白講了 坦白講這國民黨的朋友 我相信你去這個迪士尼周邊的時候 你會沒有沒有去 因為迪士尼都在那邊那附近 你不會去買那周邊 那為什麼你在當地可以吃 那你回臺灣就不能吃 這不是很好笑嗎 那我最後講一件事 就昨天我有跟我這個日本朋友在聊 那我有說臺灣的一些疑慮這樣子 那結果我日本的朋友就說 日本政府他不會傻到去賣這種 不合格的食品給外國的外國吃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把關都很嚴格嘛 那如果說你今天被臺灣的政府 給檢驗出來說你這是不合格的 那還得了 他全世界怎麼面對 所以他說日本政府是不會去做 這樣子的事情去賣不合格的食品 去給外國的人來吃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歸 就是說第一個國際標準 那我會認為說國民黨朋友 你就是說你會像趙少康一樣 自己在那邊打臉自己 這個是比較好笑 對 剛剛明玉講的都是內幕 請教這個朗東 你這個臉書上面 從昨天也整理了一些資料 對不對 然後呢 好明義先生 他是大塊出版社的這個負責人 他也整理了一個非常清楚的 一個這個過程的分析 他說這個黃玉婷 穿中國隊的這個服裝來練習 把燦效影片上傳IG 他擔心蔡英文政府小看了他的意義 因為這應該是經過盤算十分精明 而且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操作 按照好明義的說法 跟我們大家討論的結論 就是33歲的一個運動選手 他不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 當他是在美國穿那個衣服 在練習的時候 然後到了北京之後去上傳 然後上傳完了發覺不對勁的時候 有一個獨家的新聞是什麼 你知道嗎 原先他們父女兩個人 還不肯把那個影片給撤下來 第一時間體育署跟我們中華奧會 是中華奧會 我不知道中華奧會有沒有去勸他們 就勸他們撤的時候 他們兩個還拒絕了 那後來被迫於這個輿論的指責之後 他們撤下來 撤下來之後其中最邪惡的是 黃玉廷居然還用文字上寫說 他謝謝蔡總統跟潘文中部長 對他們的鼓勵 他也沒有把時間續交來清楚 他就用一個曖昧的 類似假訊息的操作的方法 告訴大家說 哈哈 我這個穿著中國隊服 蔡總統跟潘文中部長 還來打電話安慰我 他想要這樣子 這個移花接木隊偷渡 這個很邪門 所以好明義就已經把他寫了 這個寫完之後 他說他有透露了三個重點 你可以不需要幫我加油 他還叫人家不要幫他加油 因為他不在乎 這是他不公開道歉的原因 東京運動在臺灣不熱門 這是他為什麼不在乎的原因 還有其他中華隊的選手參賽 請大家不要忘記去替他們加油 他算著政府不可能不為臺灣選手加油 所以他才偷渡了那一段 而且編造了這個部長跟總統跟院長 跟他們慰問的這些話來做漂白劑 所以好明義說 我不能不聯想到黃玉廷跟他父親黃景龍擔任中國 華倫品牌的代言人 這件事情才是重點吧 昨天他得了26名 全臺灣人都很高興 因為他輸了 哪有一個臺灣的選手在奧運比賽裡面輸了 全臺灣的人都很高興呢 結果他自己還去接受了北京日報的這個訪問 然後他今天宣稱他北京呢 東澳結束之後他不回臺灣 他直接到美國去訓練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還要給他錢嗎 他應該把錢退回來吧 是不是 對這真的是很沉重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們如果去整理黃玉廷 他整個的過去的選手歷史的話 他在2009年13年前的時候才20歲 就已經在高雄世大運那邊拿了全世界三面金牌 到了2010年的時候 廣州亞運呢 又拿了500公尺的這個金牌 而且還是1000公尺的世界保持人 那之前講的都是華倫溜冰 就用輪子的 那可是呢 他在2017年呢 台北世大運結束之後 那時候他全球生涯遇到了一些瓶頸 所以他就從華倫轉到呢 目前呢 他這樣的一個滑冰界 就是改用冰刀的這種 那就是他在生涯上面到了年紀 以及成績上面的一些考量 但是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 在他因為運動選手的年紀非常重要 因爲他的體力跟下降 他除了在2017年的這個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變化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我整理的時間序給大家看 在2015年的時候 他的父親黃景榮 同時也擔任了中國秦皇島華企公司 裡面的一隻 這個華倫的一個鞋子的一個代言人 黃景榮他在上面 在影片上面直接就寫說是中國臺灣 完全就是讓中國去吃豆腐 他在華企這些中國的體育用品公司 推出的很關鍵的主打的這個鞋子 叫HOPE HOPE是誰呢 就是黃玉婷的英文名字 也就是他們主打就是說 他們婦女聯手已在臺灣 拿到世界冠軍為名聲 換取了這個中國體育用品公司 這樣的一個代言 而且到目前為止這款HOPE還不斷的在改版 還在這個華企公司的網站上面 是屬於熱銷跟主打的一個產品 那也就是在對於這兩位婦女來講 他們確實在中國這邊 有非常龐大的一個商業利益 所以他們一直解釋說 我們都只是去中國去推廣華倫 都只是推廣運動 這些話我想各位觀眾是不會相信 那接下來就講到現在的重點 因為郝明玉先生他指出了一個重點 是在於是說 其實大家反應很大的 黃玉婷穿上了中國隊的這個隊服的 這樣的一個影片 是什麼時候拍的 拍攝時間 是在今年的一月五號的時候 在美國鹽湖城訓練的時候拍 那時候我們民視也還有一個新聞 說有一些選手 這個是這個儀式可能有確診 所以查了之後剛好是陰性 所以黃玉婷還有臉書報平安等等 大家那時候抱著祝福的這個心情 那他那時候就已經在訓練過程當中 拍了 穿了中國隊的衣服的 這樣的一個影片 那這影片什麼時候播上來的呢 是到這個一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他在自己的IG放上了這個影片 而過了一 大家可以看到 這影片是這樣 上面寫著北京 我要來看你了 這黃玉婷穿著中國隊的一個隊服 那就在一月二十三號的時候播了 播了之後其實一開始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因為說對於這個運動還沒開打 關注度還沒有這麼高 二月二號這個時候 開始有人注意到 因為那時候他們大隊 全部都已經到達北京了 注意到這事情之後就炸鍋 因為覺得不能接受 為什麼會有這臺灣的隊服 這個隊員穿著中國隊的這個隊服 而且還放在IG上面 這個是完全不合情理 在整個國際競賽當中 也幾乎非常的罕見的事情 更不要說中國對我們的敵意 跟打壓在過去以來 這事情都完全都不用再多說了 結果黃玉婷面對這樣狀況 他面對這樣狀況的話非常有意思 他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說他移除了影片 謝謝幫他加油的人 那你幫他他說不幫他加油也沒關係 可以幫其他選手加油 重點是沒有道歉 如果他是不小心的 他放了這個影片 他馬上可以道歉說不好意思 我就覺得我沒有想這麼多 希望可以回到體育 我覺得很抱歉 對支持我的臺灣朋友抱歉 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道歉 這個意思 因為他是被迫的 他本來是拒絕刪掉影片 對 然後他在整個輿論 因為上面有幾千篇的這個留言 都對他非常的失望 難過 怎麼會過去的臺灣之光 現在變成舔共的這個選手 更嚴重的是 我覺得這事情非常嚴重的是說 他在現實動態 就是在短短的時間會現出來 但他流量可能是非常高的 他直接就去貼了一首 這塊國外歌手的歌曲 說就感謝這些hater 憎恨者 這些酸民 酸他 讓他變得更成長茁壯 他把感到失望的臺灣民眾 說成是酸民 用一種嘲諷的這個態度 打插邊球的態度 去嘲諷這些 對他提出這些指點跟不滿 這些人 這是非常惡劣 非常嚴重的一個事情 因為他其實確實的傷害了非常多 臺灣民眾 抱抱我在內的這樣的一個情感 接下來對剛剛寇姐也講到的 他在二月三號下午的時候 非常技巧性的說 他受到教育部 蔡總統 蘇院長 很多人加油等等 好像是特別為他加油 其實不是 這所有選手都疑似同仁的 接受到了我們政府單位的一個鼓勵 但是黃玉婷就很巧妙的忽略到這一點 讓人以為是說他這種穿著中國隊服在練習 影片被撲上來 然後被責罵 被大家所批評跟不滿之後撤下影片 但是 獲得證明 但是就在這個時機點 他營造一個這個時機點 總統 蔡總統跟部長都讚美他 好邪惡 這根本就是共產黨人的手法 沒錯 非常陰險 他不但沒道歉 而且還移花接木的 是屬於要曲解蔡總統跟蘇院長的一片 對所有選手的好心跟意思 那這一連串的事情 這個在接下來的 你就可以看到了 到了這個昨天二月七號 那時候晚上九點 央視 中國央視 然後在中國新浪網 財經 以及非常多媒體 用最大的篇幅跟這個主要的版面 寫說中國臺北選手 就是黃玉婷 在這裡有主場作戰的感覺 他自己說的 對 他自己講的 他自己就講說 這個現場 還直接給他播放 臺灣的那個歌手 組合S-H1的中國話 就過去就是說 這全世界都要學中國話的一首 親中的歌曲 然後黃玉婷就在那邊說什麼 華玩太累了 沒有聽清楚這個音樂 但是他感受到熱情跟感動 就像在主場作戰一樣 那大家有些人就酸了 那你怎麼只拿二十六名 就是這個主場 這也是 這個很糟 所以讓你這個比輸了 但是我覺得這整件事情看回來 會讓我覺得心酸難過的是說 我們回去看他過去的這個歷史 二零零九年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TVBS新聞 還說他這個金牌遞交給陳菊 然後你看到他那時候 這個青春洋溢的這個樣子 代表著我們臺灣以中華 臺北的名義去參賽 獲得的金牌 而在過去當中 他也是高雄出身的這個選手 跟我一樣都是高雄人 高雄市新聞局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的這個時候 陳菊市長 然後也有頒獎給他 跟他的這個父親 這過程當中 他每一次的得獎 國光的獎金 政府不能補助 一直到去年 他培訓他去做這個滑冰 這個訓練 也超過一百萬以上 還有所以這一年再來 過程可以看的是說 他其實就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面 孕育出來的一個選手 當然他本身的天分跟努力 占絕大多數 但是臺灣這個地方 有沒有給他這個環境 有沒有盡力去滿足他的需求 不能說是盡善盡美 不能說是百分百 但大家包含所有臺灣人民 都是支持他去奪冠的 十年前他拿到這些金牌 大家是多麼為他感到開心 多麼的慶幸 結果他現在去未來代言什麼HOP 溜冰這個鞋子 用他的英文名字 把他個人家族 他婦女一起名聲 賣給了中國體育公司 這就算了 你去跟中國做生意 我們也不會怪你 你不要去那邊 灌了中國臺北之後 現在反過來又說什麼 這是我的主場 中國是我的主場 那還穿著中國對著這個球服 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這樣的一個事情 是這個 他說什麼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 他比任何神都懂 這個政治的這個問題 這後面的政治操作太精密 是pro級的 對 他敢在北京的土地上面說 我是臺灣的選手 我是來自臺灣的選手 他不敢這樣講 他不敢說我來到這個中國的國家 他不敢這樣講 他不敢在中國 在北京提到任何有臺灣主體意識的東西 因為他腦中有政治 他去到中國 去過成都去推廣 他當然知道政治問題 他也當然知道 他透過討好中國 他在退休以後 不當選手以後 那背後的商業利益是多麼這個龐大 他不管他不管在乎 他不在乎過去培育他這個土地 這才是讓人覺得最為心痛的一個事情 我們不是說 你不能跟其他的這些敵對的這些選手們 有一些聯誼 我們也不是說你不能去做中國做生意 但是他是刻意的精心設計 一連串的一個做法 搞得好像在打擦邊球 好像是不小心 其實就是給我們的體育署 給我們政府部的難堪 所以我認為體育署到今天 還在那邊什麼 好像這只是一個突發事件 他是不小心的 大家不要去怪他 我們把這一連串歷史弄出來之後 如果我們不有一個嚴肅的態度去想 怎麼處理這事情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這類是以後一直一直出現 因為每一個選手都遇到退休的時候 他們在退休前就會拿臺灣栽培湯所產生的成果 奉獻給中國 就像是我們的農產品 我們的科技業過往以來是中國 怎麼樣派建人要去偷 要去搶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希望我們政府部門 包含在體育署在內 必須要嚴肅的面對 這個問題其實他不是單一時間 現在串起來看 其實他就是一個習近平加速的促統 像今天我電臺訪問石板明夫 他就已經提醒我們 他說過去他們是在反讀促統 反讀優先 但是習近平現在有焦慮感了 他在二十大之後 他有第三任的任期 他要在他生命結束的 習皇帝的這個偉大的夢當中要實現所謂的中國夢 因此才有把這個珠珠姐 洪秀珠給找到這個中國去 然後當面要叫他書成 說中國夢裡要有臺灣 意思就是你中國把我們臺灣給併吞吃掉 然後再有像黃玉婷的這種操作 對不對 所以要請教 在同時我們一方面臺灣很困難 我們要突破國內的一些扯後腿的力量 跟扯後腿的邪惡的這個狼子野心 比方那個柯文哲今天居然記者問他說 我們這個開放萊豬 開放福島食品 下一步進入CPTPP 他居然說不要做夢了 這樣的人可以選總統嗎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他 這樣的一個格局的人 他怎麼樣帶領臺灣這一艘船 在艱困當中走出一條航向海洋的一條海陸 大陸 那像黃玉婷的事情請教你 據說基層是炸鍋 你走基層應該聽到很多人的憤怒的聲音 他的表現比那個紅袖柱還讓臺灣的 這個一般的我們的民眾生氣 國際的體育賽事 其實就是一個國力的展現 你從之前的美蘇冷戰 或者到近年來各個大國之間 在投注資源在國際上面的比賽 其實就是希望讓自己的國家被大家看到 那臺灣當然我們國際處境比較特別 尤其是因為有中國的打壓 所以這幾年來 我們不管是叫中華臺北 還是後來被很多被稱為中國臺北 這些事情其實每一次的國際的競賽 臺灣就是每一次會這樣子的事情再次上演 但是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中國他對外的擴張 已經從臺面下直接來影響我們的選手 這是直接認同上面的改變 就是說我們過去你很難想像 一個還在意的臺灣的選手 你這叫中華臺北我也沒關係 我們在國際上現在就是澳會模式 就是這樣嘛 他罕見的是你到了其他國家 而且說真的是一個跟我們敵對 或者是每天戰鬥機在我們這邊 欣佔臺灣領空的一個國家 照理講我們應該有的訓練 不論你之前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民進黨執政時期 正常我們期待的一個選手的一個態度是 我如果可以在你們的國家 在體育的賽事上面打敗你 我認同中華臺北也好 我認同中華民國也好 我認同臺灣也好 我贏了 我替我的國家爭光 我替我的家人過去這幾年來的栽培 我替我的國家這幾年來的栽培爭光 是最得意的事情 可是這個罕見的狀況就是 他居然是把一個說真的 最長期欺負臺灣的一個國家 就是把我們壓制成為中華臺北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他做出這一系列 已經很多人分析過 就有系統性的一個作為 而且他等於就是一個將兵士 在戰場上面站前剿借投降 他就是這樣啊 如果你把體育賽事 當成是一場戰爭的話 沒錯 對 那他這個背後會讓大家 就是說我們希望不要變成是一個破窗的一個效應 今天如果有一例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的政府事後是沒有好好去處理 然後這件事就讓他結束 其實以後會有更多的選手知道 我這樣子做也不會有有事 就會更多華語庭門啊 會有更多 真的 因為我說真的 國家栽培一個選手 當然我們投注很多資源 那最後要得到的是什麼 是我們希望在國際上被看見 可是當我們最後發現 我們投注這麼多資源 培養一個選手之後 在國際上不僅臺灣沒有被看見 而且他搞不好是投著 拿穿著對岸的衣服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可能就甚至直接轉換國際了 不過他昨天其實已經表明了主場優勢嘛 就是中國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事情要 現在我們的政府到底在 他們在忙輔導這個食品的問題 可是這個跟體育署沒關係啊 那個是衛福部啊 經濟部啊 行政院啊 各部會 那體育署是屬於教育部啊 那難道體育署的人就這樣眼睜睜的看著他這樣子羞辱我們自己的國家 這樣的才叫做強 強叉叉這個臺灣 我稍微講 爆個小料 就是說我覺得大家給相關黨員一點時間 因為這件事情 為什麼每次做什麼事情都要忍耐那些笨官員 因為這件 這一個案子 其實後來是有引發府院的高度關注 那現在這個事情也不是在體育署 教育部的層級 就是說 又要蔡總統出手 已經出手了 府院有指派專人 然後針對這事情召開專案會議 那他們認為說 事後一定要做妥善的處理 如果不處理的話 可能民意會翻傳的耶 我覺得讓他擔任掌棋官就已經很不對了 對 當時那個決策是誰可以檢討 可以檢討 體育署長啊 體育署長 上次東奧那個商務艙事件 時時之後就沒有補啊 就沒有補啊 代理 代理 所以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我覺得這裡面 這告訴全世界什麼 各位 多少國家頂到多大的壓力 立陶宛 頂了多少壓力 叫做臺灣代表處 美國兩黨競爭法案 也說要把臺灣改成臺灣代表處 捷克的議長說 我是臺灣人 結果我們自己的選手 穿著中國隊的隊服 然後還當內長旗官 回來體育署還是這個態度 那我們要傳達什麼訊息 如果這件事情不嚴重看待的話 你傳達一個價值是說 以後大家可以有樣學樣嗎 可以這樣傷害臺灣人嗎 或者說這個全世界 大家國際各個國家有參與的這個盛典 習近平還拿這個盛典來作為他年底登機之前 最大的一個嘉年華 我們有我們的隊員 擔任掌旗官的 穿著他們中國隊隊服 你是告訴全世界說臺灣不在乎這些東西嗎 所以我們必須處理那些決策錯誤的這個體育署的相關的官員 以及中華奧會是一個我們管不到的地方 他民間才 我覺得這讓人匪夷所思 就是說這個黃玉婷 他在這個友台的一個一刀未檢的訪問當中 他講了大白話 他竟然講說 我知道我這次不可能奪牌了 然後他也說我三十三歲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參加奧運 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選手 在你參賽之前 你直接跟這個訪問的人講說 我覺得我這次不會奪牌 怎麼會有人講說我這次不會奪牌 你好歹也講說 我一定會盡我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個最佳的榮譽 一定是這樣講 他已經棄戒 他還說你們可以不要幫我加油 你在比賽之前說我不會奪牌 那坦白講你不會奪牌你去幹嘛 而且他說他最後一次要退休 那你不是擺明你退休之後就要去中國做生意嗎 那你如果說你覺得你不會奪牌 你是不是要把這個機會先拱手給那些新興的選手 因為多少人想要登國際電堂 有這樣子的國際參賽經驗 他真的是在叉叉這個全台灣人 大加來的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多少人想去 這個才叫強三個女 台灣人 真的啊 這個真的是 我聽到他講這個房 我那時候還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後來我再倒回去再看一下 他真的這樣講 我這次不可能奪牌 你不可能奪牌 你為什麼要你還要去 而且他這個 你不是擺明了 你真的就是退休之後 你就是要去中國做生意 而且那個對服不可能說是隨意啦 人家給他的 為什麼 不是啊 那個是在美國穿的 那個早就 那個在美國拍的 又不是這 又不是到北京以後才穿的 他所有的這些做法就是謊言 櫻花揭幕 然後這個 而且後面有沒有人在指點 這個假的訊息 有沒有人在指點 他會做這種這麼職業 這麼pro級的回應 然後中央電視臺訪問他 各位 這裡面他不只是配合北京在演一齣戲 對 所以北京在東奧這個事件裡面 他們是有劇本的 這個劇本 就是有黃玉婷這樣的一個女主角 然後投誠 那另外一個劇本裡面就是洪秀柱 對不對 所以他們還是儲心機率 那這個儲心機率呢 已經到了觸統的階段 而且就在這個東奧的同時 他的飛機也還是來騷擾我們 而且還出現什麼無人機 在什麼我們的這個東影上空 然後我們的軍方還這個有點 這個驚慌失措 沒有回應 這還像話要請教委員 結果洪秀柱弄了半天 是跟朱立倫報備去的 然後朱立倫呢 在你們的發言人的群年輕世代對於洪秀柱做了一個唯實不同意的一個公開的這個講法之後呢 朱立倫回過頭來說 交流這個總比交惡好 總比對抗好 善意 我覺得好當然他的他昨天講出這句話 其實客觀來說當然是希望交流比較惡好 客觀來說這句話是沒錯 但問題是他有前提叫做反讀觸統之下 那這樣子的前提汪洋講出這樣的前提之下 當然臺灣的民眾他的觀感其實是不太好的 反讀好反讀那觸統現在真的是臺灣多數民意 這看起來所謂的支持統一的民意不到百分之十 他在臺灣老實說是一個極小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今天要面對問題是當然說國民黨內部有所謂的比較偏統的這群人 那也比較中間中間這群人 但國民黨要去思考是臺灣有多數民意是認為說 今天譬如我是臺灣人就站在站六成 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大概站三成左右 這樣是屬於臺灣目前社會大多數 那我們其實是要去囊括這樣中間的民意 而不是是只單純只照顧自己所謂的基本盤 所以今天我覺得國民黨今天在兩岸的路線上 現在面臨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我們不敢得罪我們對比較基本教育派這群分子 但問題是如果去滿足他們的時候 所講錯的話 有時候又跟現在臺灣主流民意有一點點相違背 那這樣子會造成說今天 老師所以我回到剛剛朱立倫最後講的話 這個交對抗 交流總比對抗好 這句話我認為是沒有錯的 但在汪洋在前提之下 他當然講出 講出來之後 其實新聞呈現的回應就是說 今天國民黨好像是不敢跟中共去對抗 然後今天中共講說要統一的話 然後國民黨也不敢這樣 講說自己統一的邏輯跟理念是什麼 感覺有點背同感覺 我覺得這樣長期這樣操作下來 自然而然在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當然會離下 他主流民意比較會漸行漸遠 這個國民黨應該去調整的力量 好 聽講的基本教育派現在掌控了 這個國民黨的方向 那今天所謂福島解禁 基本教育派會不會跑到黨中央去 這個捏著朱立倫的鼻子 叫他進行一個公投 再來一次 反日本福島食品解禁的公投 然後再進行一次大破壞呢 其實先福島解禁可以看得出 國民黨的態度真的有轉變跟軟化 從上一次這個反萊塾的公投之後 反美做公投之後 我們看得出其實民意有變化 那據我所知其實國民黨中央針對民意 其實是有去做調查的 所以我們清楚知道臺灣像主流民意 對於所謂日本的福食盒是進來 是知道說目前的主流民意看起來是比較能夠接受 這也說明為什麼朱立倫主席 在一開始是有那篇文章 後來的確趙招康他PO那篇文章之後 朱立倫又把他收回來了 但大家去看剛剛寇姐 你有講到朱立倫 趙招康後來最新的這篇文章的 臉書發文的時候看到他最後 其實當然他有說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不要讓這個福島食品淨頭 這個無限食品淨頭 但問題是如果真的擋不住的話 也希望做好說邊境控管 看得出來趙招康 讓他的態度也軟化了 他也知道說擋不住之後 我們要做好這一檔 真的去監督控管 甚至標示的這工作 那這樣子其實也是盡量 國民黨也在變 我們也知道民意也在變 所以國民黨也要更比較靈活的 希望去跟進主流的民意 去知道民眾的想法 所以這叫做視食物者為俊傑 或者是不敢敬酒不吃吃罰酒 請各位現在開始拿你的遙控器 152請轉到152台 民視台灣台 拉新聞152 等一下還有更精彩的討論 我們要繼續來請教羅醫師的事 我們怎麼看這個大環境裡面 各個不同的政黨跟不同政治人物的表現 如果今天蔡英文總統在四個不同意的公投 從哪本來是逆勢落後非常多 幾乎同意一定過關的這樣的一個低潮當中搬回來了 然後又把一個全台灣最困難的一個選區把正義換回來了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他不乘事而為 如果他不順勢而為 他如果不乘勝追擊 那他才對不起全部台灣人呢對不對 所以他讀到了台灣人的選票的跟那個公投的這個投票之下的意志 第二 這兩個政黨好了 這個國民黨現在呢陷入了一個兩難的狀況 也就是朱立倫 你要不要回到你當時的第一次發表的這個同意 日本的富士這個福島產品的進口 那同時那個來攪局的趙康居然已經變成了 讓這個福島食品這件事情成為一個笑話 但是不是一個嚴肅的被他引發的議題 還有就是民眾黨 民眾黨雖然很小 只有五席立法委員 但他們今天宣佈他們接受 可是這個黨主席在2019年左右的時候 不是還罵過嗎 誰要那個進口福島食品 所以這些傢伙 這些政治人物 都是看了時事的潮流 看到了民眾 所以還是民眾的成功 我覺得其實Coco姐剛剛點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這些我們說的 容許我說的 最大在野黨跟第二在野黨 因為他們可能在未來選舉會變來變去 不過就是第二跟第一在野黨 那為什麼會變來變去 因為缺乏一個核心價值 那為什麼現在民眾真心誠意知道說 我們在這邊就好好的氣定神閒來看看說 到底我們台灣往哪邊走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今天台灣宣佈把日本福島的五線 這些食品全部都解禁 其實換個角度來想 這個對全世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宣告 因為我們知道疫情的關係 全世界都知道說台灣的公共衛生是最高標準的 如果連台灣這種民主社會 跟政府跟人民充分溝通 而且進入公投 都能夠同意日本的福島五線的產品 可以自由的在台灣流通販售 代表什麼 代表日本從311以來 這些努力 這些公衛的成就 這些食品安全的一個表現 是得到全世界最高標準的肯定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要去肯定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台日最近的關係 大家有發現嗎 氣質一樣好的人就越走越近 一起站在什麼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我們從之前防疫的事情都知道 到現在福島這些事情都知道 都是真心誠意的溝通 可是過程中你有沒有發現說 現在所有的這些在野黨 包括日前有四個人坐在那邊吃飯有沒有 我一直覺得這個事情是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說四個我們說的政治界 自以為是的天王 你有想要說什麼 據說是按照頭髮的多少排列的 什麼韓國瑜 朱立倫 講幾層跟趙少康 理論上四個天王 不管今天是政治界或是演藝圈的 坐在一起吃飯 拍一張照片出來 傳給大家看 應該是希望大家能夠驚聲尖叫 可是感覺到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波濤洶湧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你很清楚 因為他們做的是他們自己要的事情 不是跟台灣人民有關 他們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跟喝台灣酒 可是討論不是台灣 對啊 這個重點在什麼 大家要請教美美 就是其實一開始節目我說了 就是今天台灣發展到現在這個狀況 領導階級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嗎 在短短的大概這個一個月當中 也就是在去年的12月的20號以後 蔡英文總統選擇派賴清德副總統 在疫情當中打了三級高端 過境美國兩度 出跟進 然後到宏都拉斯去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還跟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見面 那個作為一個元首 他讓他的這個很可能未來 他如果不參選總統 就不像一個政治人物一樣的賴清德 在那一次的表現裡面 令人驚艷 而且呢 底定了他的非常重要的一個 國家級領導人的位置 當時在過年之前的假期裡面 我們討論到這件事情 覺得這個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的這個表現上的展翅高飛 而是台灣身為一個民主國家 在未來發展裡面 你會看到希望 這一點是副總統在總統的授予 他這個權力之下所完成的 那今天呢 今天我個人呢 我在政壇跑新聞 已經跑那麼多年了 所有的政治人物 已經過世的 李前總統也好 現在在台南做廣播節目的 陳水扁總統也好 跟馬英九和現在的蔡英文 我跟他們都有密切的觀察 但是我必須說 今天中午 我真的了解了所有的發展之後 我實在太佩服蔡英文了 因為他還忍辱負重 他到現在還被人家罵 他的學位是假的 還被人家說 他讀的學校是詐欺集團 但是在這個吵雜的聲音當中 在那四個人推出一張廉價的 廉價的團結照片的同時 他們所做的是國家大事 是國際的這個舞臺的邁進 你不覺得你聽到或是想像這個畫面 你都會起雞皮疙瘩嗎 對 我必須要講 事實上台灣是走在一個非常正確的 歷史的正確道路上 那我覺得蔡總統的領導 是非常有遠見 同時意志很堅定 太厲害了 他完成了所有的國民黨的總統的目標 包括老蔣 小蔣 抗中保台現在誰在做 國建國造是誰做的 這邊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蔡總統的領導 因為他主要尤其在兩岸國際方面 是他主要的國防外交 是他主要的領域 那我必須講 我覺得他掌舵是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明智 而且台灣固然一方面 我們的時間在這個時機點上 因為大家看到的中共極權主義擴張 的那個野心跟本質 所以美中強權的對抗 乃至於自由世界跟中國俄羅斯 這種獨裁威權體制集團的對抗 整個大情勢上面 台灣本來就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但是我必須要講蔡英文的領導 他不只是審時多勢 掌握時機 而且他讓我們的盟友非常的放心 對 是可預測的 而且一致性的 而且堅定而不照鏡 我覺得這是他非常非常 非常高明的一個領導風格 而且必須有非常堅強的信念 跟明確的目標 堅定的意志才能夠做得到 這是一個領導人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 特別在台灣這麼艱困的環境之下 那尤其這一次我認為就是說 去年一二一八的公投 其實就像蔡蔡蔡講了 人民的意志是非常彰顯的 我們本來就萊豬這一題是最困難的 可是居然還是這個呢 不同意大於同意 那人民的聲音非常大聲 那個大聲是什麼 我們相信政府的把關 我們相信科學的數據 我們台灣非常希望是在政府 有力的把關之下 我們能夠大步的跨出去跟世界接軌 多重的艱難 多重的艱難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時機點 那今天這一步非常重要的是 現在的東道國是誰 現在的倫子主席國叫做新加坡 各位你要知道 親中 他親中 他自己已經先講 他說臺灣的入會 有很複雜的政治因素 所以我們臺灣要入會 你更需要什麼 當中國表達他要入會 他也遞出了申請書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日本這個強而有力的夥伴的支持 我們怎麼來說服日本支持我們 我們怎麼讓日本能夠強而有力的支持我們 如果扶持這個不解禁的話 我請問你 日本對他們國內交代的過去嗎 就算他想支持我們 更換我們來看 全世界除了臺灣跟中國 哪個對日本是全面的限制的 沒有 所以從今天開始 全世界只剩中國 就只剩中國了 所以想到這個畫面就很開心 因為第一你就知道中國有多麼的不合理 是不是 你就可以看到中國有多麼的野蠻 中國你不你不只是逆世界潮流 而且你根本離CPTPP的精神一大解 而臺灣唯一的路障 我們都扳開了 請問一下 中國你還有什麼更強而有力的理由 第一在國際上塑造說 臺灣跟你一樣的是對日本全面禁止的 這個已經沒有了 第二說服CPTPP的會員國 乃至於要得到於日本的幫助 我們就更堅強的力量 但是將來的困難還是很多 這個因為 但至少我們要把眼前 這個大石頭要先翻開 在這個翻開之後 蔡英文總統的團隊 所碰到的困難是人民一定是緊盯著 你在野黨 如果他夠理性的話 他應該是去監督你的這個 所謂的三配套三原則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加入CPTPP的時間表 對蔡英文總統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蔡總統的人格特質是穩扎穩打 而且呢他這個不做喧嘩的預告 跟這個張揚的這種自我宣傳 所以他就在大家意料之外的 這個今天呢 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 在這個重大的決定的過年期間 其實臺灣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其中有一個就是 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的在促統 去蘇城 接下來還把一個奧運的華兵的選手 33歲的黃玉廷 作為統戰的籌碼精心設計 中間還想嗨教育部長潘文忠 跟還想利用蔡英文總統來漂白 結果現在比起來差距太大了吧 這個格局實在是有所這個距離上面看出來的 就是你會回想起來 我們所選出來的這個總統是人民的抉擇 而這個總統就在民意之下完成了應該做的事情 要這個最後一分鐘要請羅醫師做結論的 它是不簡單的耶 蔡總統一上任做了一個年金改革耶 年金改革那件事情是拿著鋼盔耶 那後來年金改革的下場是什麼 是2018的大叔啊 那中間還有轉型正義 中間還有這個國民黨的黨產的這個處理 這個條例的通過 然後現在我們在國際之間 已經有透過這個萊豬的進口 跟福島食品的進口 劃除了一個台灣耀生成為另外一個國際貿易的重要夥伴的一個平台 這一點我們必須在今天告訴大家的是 你們各位的努力 我們的投票 我們對於是非正義的判斷 我覺得剛剛Coco姐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這一連串的事情 其實所有台灣人民都看在眼裡 溫暖在心裡 剛剛講到說那個年金改革知道那個多麼困難 你知道要把一個國家這種永續 這個經營的一些資源 做重新的調度 重新的分配 而且再次說服 這有多困難 那麼在第一個任期 就做這麼勇敢的動作 我覺得 而且差一點翻盤 這個2018年的年底的選舉選輸了 可是換個角度來 可是最後他還是咬著牙齒 非常建議的在2020年 用高票當選了對不對 可是換個角度 其實台灣人民也很聰明 是他會在很短的時間去做重要的修正 對 你講的就很對的是 他就像一個蔡總統 就像一個醫生一樣 當他看到了一個病症的時候 他知道用療養時間換取健康的取得 他也知道用他忍耐等待來換取空間 我們今天沒有任何想要造神神話 各位也知道 我們在場跟我本人不是這樣的人 這個民主國家也不需要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的就是 這個女性的總統至少不負你的所託 如果她不負你的所託的時候 就請你相信 在我們節目所討論的很多的事情 只要你發出你的民意的聲浪 他就不能不面對這個現實來接受 關於鄭嵐公的董事長 這個團隊執政當局要怎麼面對邪惡 關於黃玉婷這個選手 他這樣的出賣台灣為了個人的利益 他在選手的責任結束之後 他要怎麼辦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各位今天體育署的那個什麼XXX的組長 他居然還說黃玉婷他在北京冬奧結束之後 不回台灣未來我們要不要給他補助 居然還說還要來討論 體育署還想再給他錢 到底這個體育署你是吃了什麼的被哥哥的藥 我們來看黃玉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請文朗東把他所收集到的所有的關於黃家的資料 幫各位做剖析 那就是這一對婦女是為了人民幣 他犧牲了他們自己的尊嚴跟人格 而且他們背叛了台灣 當年他們還替蔡英文總統站台的時候 他們的良知跟現在相比到底誰是誰非 他幹嘛跟我道歉 他不要回來他是國手 他在講那個話的同時 他也還在用政府的錢 再度開炮 作家吳三輝怒轟 東奧代表團競速爬兵選手黃玉婷 在首場賽後 黃玉婷接受中美北京日報採訪 還讚賞觀眾的熱情讓他很感動 就像在主場作戰一樣 野大戰場館很漂亮 十分滿意選手村的食物與設施 其實我比賽前就是一直催眠自己 就說這是最後一次 反正就是盡全力 不是最好 但是也不是到最差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吧 第三歲的黃玉婷 在7號的1500公尺項目中 繳出2分0秒78成績 名列30位參賽選手中 倒數第四以第26名作收 接下來還會出戰13號的500公尺 17號的主力1000公尺項目 而據老姐東澳結束後 黃玉婷將直接前往美國訓練 暫時不返台 政府去年補助她的培訓費用 就超過百萬元 如今要不要繼續補助 提署卻說還要通盤討論 出版業董做好名義也PO文直指 政府恐怕小看了黃玉婷的意義和影響 點出當世界看見台灣的掌棋官 是願意穿中國對衣服的人 如何加強台灣重視的主體性 如何對得起喊出台灣團的國際友人 怎麼對得起在運動場上 始終記得台灣主體的選手 而且如果黃玉婷奪下獎牌 政府的各種鼓勵再加下去 是否可能讓其他國手有樣學樣 也用運動歸運動來辯護不當行為 提醒黃玉婷引發的後續效應 不論是國民黨剛才維園 告訴我們的轉變的變軟化 從民調當中知道自己如果對抗 恐怕連10%的九二共識的支持 都沒有的前提之下 最大的力量在哪裡 各位知道我一定要講 就是你 我 我們這些有投票權的台灣的人民 我們在重要的關口的時候 投下了那個非常重要的一票 然後帶著台灣往台灣的大未來的方向走 使得我們的總統我們的院長 我們的副總統以及在野黨也不能 不跟著這樣的潮流一起把台灣壯大 那至於要走不同的路線 有一些搞奇鬼怪的這個政治人物是誰呢 大家知道了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柯文哲那個肚皮裡到底在想什麼 那邱明宇是專家 國民黨的洪秀柱前主席到中國去見汪洋 他這些釋放的信息 其實他講的這些話 就是某種意義上 其實等於中國跟台灣現在屬於一個敵對關係 或者是一個準戰爭狀況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我覺得很多事情 怎麼說包括 比如說最近我們看到春節聯合晚會 有台灣的藝人在呼籲同意 那還有台灣的這次奧運會 參加奧運會的選手 也穿著中國的國家隊的旗子 這個衣服 包括這次紅秀柱前主席去中國 這些事情我覺得是中國現在加強了 對台灣的促統這一面 等於過去中國的對台灣政策是以反毒為主 反對台獨為主 只要你不台獨就OK 就是我們的團結對象 那麼最近這段時間很明顯 它是讓一個個人出來表態 讓大家促統 那麼促統就是積極加強了對台灣的攻勢 那麼在這方面我覺得台灣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個促統 現在已經優於反毒 那在農曆假期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黃玉廷事件 就是不可掉以輕心 再加上洪秀柱的 那個完全是在習近平的眼皮子底下 這個跪地書城 那其他的這些所謂的內應的 這種佈局 老共絕對不會鬆手 那同時我們還面臨了 我們的2022年的11月26號的地方選舉的九合一 這個九合一 這個一盤整下來 如果這個版圖一變的話 那也就是天翻地覆啊 所以要請教明宇 那柯文哲在假期的時候 是不是也在玩這個 因為放假回來之後突然發現 他跟馬英九過去見了好多次面 第二他們家的秘書長要換人 那到底是換蔡壁如 還是蔡壁如去做顧問 不知道撲碩迷離 到了今天呢 又有新的發展了 我們加入這個CPTPP 有希望了 可是柯文哲說你去做夢吧 那到底柯文哲在想什麼 我先講三個點 第一個他去見馬英九 當然就是說 他這個表面上是講說 跟什麼總統請議啦 什麼的 那事實上你要去跟總統請議 你怎麼會請議一個民調 只有九趴的總統 對那你要請教 就是說總是要這個民調比較高的嘛 蔡總統 可是大家知道嘛 民進黨防他防得要死啊 蔡總統不會跟他見面嘛 那所以他就是只能 可是坦白講 我會認為說請議是 是檯面上的理由 但事實上他就是要搶藍軍的票啦 那你要想想看 就是說之前友台做的民調嘛 就顯現說 雖然現在這個侯友宜 侯友宜是名列前茅沒有做 可是侯友宜的他的民調已經重做了 而且他是藍軍的票掉的很多相較之下 柯文哲有一個數字 還蠻令人這個訝異的 就是說挺柯的藍軍的票 竟然狂升百分之二十二 那我覺得他應該看到這個數字 就覺得藍軍有票 他大概覺得可能有些藍軍的朋友 覺得說國民黨那麼軟啊 什麼都就有點扶不起 那乾脆柯文哲就可能罵得比較兇 所以他就把那個投射在柯文哲身上 所以我覺得他見馬英九請義是假的啦 但是坦白講要拉藍軍的票是真的 不要忘記他其實所想的還是二零二四的總統大位 因為他有侯友宜兩個沒有的最主要的優勢 第一個他沒有連任的壓力 侯友宜你還是要做好做滿 那第二個他就是說現在有民眾黨的票 民眾黨就直接可以提他做總統了 侯友宜還必須要過國民黨黨內初選這一關 所以他想要選總統這個是招然若接 可是我必須要跟這個委員跟藍軍的朋友講 柯文哲他想要的是挖藍軍的牆腳 他沒有想要跟你藍白和啦 對所以不要傻傻的什麼藍白和 像郝龍斌跟趙少康就落入他的圈套 藍白和藍白和 你講藍白和其實真的高興的爽到是民眾黨啦 他會覺得說天啊 你竟然堂堂的第二大黨要來跟我和 那不是說擺明了你現在的基本盤你知道你拉不下民進黨 你一定要來跟我和要來求我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國民黨傻傻的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其實民眾黨他也是他自己的隱憂 就像剛剛扣姐講他就是有年前有傳出說他要找蔡壁如去任 這個秘書長那看起來今天這個就是局已經被破了 就是寫出來之後就就破了 可是我必須要講柯文哲要去找蔡壁如回民眾黨 這絕對是下下下下下下策 這麼說 因為他本來就很 因為他很討厭人家說這個民眾黨是柯菜體制 所以他一直很避諱去找蔡壁如回民眾黨 除非不得已 不得已的狀況就是沒有人 沒有人了 所以他最後只好坐實就找蔡壁如回去 然後就變成柯菜體制 那柯菜體制呢 你會有很大的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謝麗公他沒有辦法趕他下來嘛 對 因為你畢竟你找他來了 你最近走了那麼多人 而且又是藍軍的 我說包括謝麗公 然後最近去的黃文才 再加上一個新的黃玉鎮 都是藍的來嘛 那你現在就是開村你就讓他走 這樣子有點怪 那你蔡壁如回去 他現在美其名叫幫忙 你幫忙之後呢 你還是雙頭馬車 那你蔡壁如你要給他什麼title 不可能他title就要幫忙嘛 那你所以你要給他一個什麼樣的title 可是title好了 title也不重要 大家都知道蔡壁如回鍋 就是要去執行 執行柯文哲的旨意嘛 那你以後未來你就是雙頭馬車 你要聽謝麗公的 還是你要聽蔡壁如的 這不是羞辱謝麗公嗎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說謝麗公 因為時間關係我講三件 就是民眾黨對他非常不爽的事 第一個就是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他們規定一個人要繳一百萬 結果後來才繳 繳到最後只剩只有三個人繳 那繳到最後你謝麗公你搞不定啊 你中央 我也覺得中央委員 這跟國民黨一樣奇怪嘛 你想來當官的人 大家都不願意出錢 那不過一百萬也是有點高 但是謝麗公無力解決 你這還是要變柯文哲出來去去擦屁股嘛 第二個就是你那個那個黃靖營跟陳思雨的事情 他搞不定這件事情民眾黨罵得非常厲害 內部反彈非常厲害 因為就黃靖營問過他 他跟謝麗公只有見過一次面 而且是十二月的時候見過一次面 黃靖營跟陳思雨吵多久 吵了一年了 吵了一年多的時間 結果你謝麗公都不去解決 你都不去解決 你放任他們兩個在那邊一直燒 這非常非常奇怪 那最後就是酒駕的事情 酒駕事情你也無力去處理 提名酒駕的候選人 你民眾黨自己就標榜 酒駕臨容忍 結果你自己的市議員有酒駕的紀錄 你還要別人跟你講 別人跟你講之後 蔡壁如說我們這是可以寬容的 你什麼誰沒犯錯 為什麼可以拿石頭打他 這整個是炸鍋的 是整個炸鍋的 所以民眾黨整個快要翻掉了 結果沒辦法 謝麗公都無力處理 所以他只好找蔡壁如回來 再去執行柯文哲的旨意 對 雖然我覺得 這才是一個問題的開始 因為你一定是雙頭馬車 那我最後要講 再報一個料 事實上柯文哲蠻忙的 他不只跟馬英九見了面 他還跟了郭台銘見了面 對 過年 但是坦白講 今天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消息 就是高鴻安出來高聲炮打 他的秘書長謝麗公 他就說謝麗公你亂點名 我哪有說 就說他哪有說要選 昨天講的 謝麗公接受他 對 路媒體訪問 對 但是今天這個高鴻安就出來 就說你從來都沒有跟我商量過 我哪有要選新竹 但是我會 但是我坦白講 柯文哲曾經親口告訴我 他第一個指名要去選九合一市長的 就是高鴻安 他曾經非常信心滿滿的跟我講說 他說民眾黨 高鴻安 他就是去新竹選 叫郭台銘 他們認為說郭台銘在竹科有影響力 郭台銘有錢 然後在郭台銘有錢 然後在郭台銘有錢 然後這個他民眾黨 他又覺得很划算 民眾黨又不用出錢 老郭出錢 那這再加上又有竹科的影響力 再加上他爸媽在新竹 然後自己也是新竹 他覺得新竹是非常大有可為的地方 所以他第一個 他第一個屬意的 而且非常覺得有把握的就是高鴻安 那他應該先搞定郭台銘 郭台銘要答應高鴻安選才行 但是我覺得妙的就是說 他們這個年前見了這個面 為什麼郭台銘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怎麼說 突然高鴻安就不選 就不想選了這樣子 高鴻安今天表態你的意思是 其實是郭台銘指示他的 因為高鴻安的動態一定要聽郭台銘對不對 郭台銘反對他選新竹市長 對 看起來的跡象是這樣 那反對的理由是他 郭台銘擔心被柯文哲又甩一次 我認為唯一的理由是說 他們看了那個民調 因為現在高鴻安還是位居第三 而且跟藍綠的兩個候選人 其實有一段差距 那就代表說 你可能在民調當面 你可能是拉不起來 沒有像之前柯文哲想的那麼的樂觀 就是好像十拿九穩 你趕快插在那裡會抓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們看到這個民調 他會覺得說 那我乾脆不要陪了夫人又責兵 萬一我選不上 然後我不分區立委沒了 然後我對郭台銘唯一的 那個不分區立委沒了嘛 然後你又那個市長又又沒有選上 那不是陪了夫人又責兵 怪不得說什麼柯郭配 郭侯配 反正過了一個年出來 自己剛好這個男人 自己在那邊大風吹 這個亂點鴛鴦 可是昨天那個謝立功所說的這個名單還蠻令人振奮的 至少我個人覺得可以一試啊 因為他可以去搶國民黨的票 對啊 蔡炳昆 蔡炳昆其實這裡面所有的人戰力比較強的應該是蔡炳昆 台中市 對然後邱承遠站基隆市 他是基隆人嗎 他是基隆人 好 然後蘇偉碩出站高雄市 我覺得這個是天大的一個偉大的抉擇 這是天大的黑白講啊 蘇偉碩你知道他是什麼黨嗎 他台聯黨 他以前就是台聯的 而且是台聯的忠祯黨員 然後他自己選桃園市 可是謝立功已經選基隆選兩次了不是嗎 對啊 好 然後蔡碧如還未決定 反正這個選低值很強大 在哪裡都可以放 意思是這樣 所以民眾黨你不要看啊 謝立功雖然被拔掉了 他還這個侃侃而談 自信滿滿 然後談完以後又被自己的這個不分區立委給砲打 然後他的柯文哲這個主席呢 早上講的跟晚上講的不一樣 那到底柯文哲要跟誰合作啦 是跟馬英九 馬柯佩 柯馬佩 還是跟郭台銘 什麼柯郭佩 還是跟侯友宜啊 他肚皮裡到底想幹嘛啦 他想選總統啊 他就是想要選總統嘛 那怎麼要個總統樣啊 問題是 總統每天胡說八道嗎 問題是我覺得就是說 郭台銘跟侯友宜比較不可能 因為郭台銘跟侯友宜 他們都是想選總統的人 所以就是釋放出說郭侯佩的 那個我也是覺得說 比較像記者的揣測 因為他的邏輯是說 侯友宜想要釋出橄欖枝 跟郭台銘搭配 他可以解套 解套他沒有做好做滿的這個問題 那跟郭台銘講說 你看我現在民調第一喔 你來跟我搭配的話 我們來選副總統 問題是你侯友宜 現在自己的民調 就常常名列前茅 跟賴清德互有PK 他自己就可以當選的狀況之下 他幹嘛要找郭台銘 那問題是國民黨的藍營 討厭他 藍營綠果 那你覺得國民黨的那些 深藍的不討厭郭台銘嗎 郭台銘當時是跟韓國瑜去去搶總統大位的 後來是因為連戰那些人 他發了一篇的文 郭台銘怒看的那個文 才才才才去退黨的嘛 對啊 所以你要第一個 郭台銘要先回國民黨 你要同舟 去搭那個同舟的船 你要先回國民黨 但是我要很嚴肅的說就是克文哲這個人 他雖然就是他腦子的這個想法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 而且反反覆覆 這個捉摸不定 可是當總統其實你要說服大家 你是一個總統級的政治人物 那像你看賴清德 他做副總統做兩年根本沒聲音 然後這個一去一個宏杜拉斯 剛好被那個這個郭正亮跟那個我們的那個學者陳一新 兩個人唱衰他的三季高端之後 他就他就一鳴驚人 然後就癲定了他的位置啊 很多人說他現在已經超車到 連侯友宜都看不到他的車尾燈了 對不對 對他四大公投是這個 而且他是誠心誠意賣力的 在做政策的論述 那是因為長年的累積 所以我真的是很想知道 就是克文哲 你說總統主要有個總統的樣子 比方像今天輔導食品的捷徑 那你要從一個大格局看的話 這是一個總統候選人的題目 結果人家記得去問他 他又還是那種無賴的回答 你做夢吧 像這樣的言語還說 還說像我們這些人什麼CP值很高 自己花一堆廣告去塑造自己 有沒有那過年的時候 那Google上的那個什麼永續 那個去買人家雜誌的報導 然後去下廣告 他以為這樣就可以當總統嗎 他到底知不知道總統是在做人 他以為是在做什麼 是在做網路上的 做網紅 我覺得是個性 就是有的人是可以承錢 像賴清德他是可以承錢 那克文哲是很明信網路聲量 所以他不可能一天沒有新聞 一天沒有新聞他可能就活不下去 所以他很明信那個聲量 所以他只要就是講一個比較辣的話 比如說做夢弱智什麼的 馬上就可以飆起來了 他就很明信這個網紅聲量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他就是這次民眾黨 大家都在看嘛 你這是民眾黨第一次要九合一選舉嘛 那你的這個網紅的這個打網紅的主意 你到底能不能成不成功嘛 成不成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民眾黨很大的一個危機 不是整個籃子都是菜 當然他這樣的機會其實是國民黨的這個衰弱嘛 對不對 非常謝謝 我們仍然情不自禁要請教醫生出身的羅醫師 到底這個柯醫師 怎麼看他身為一個首都市長 這個首都市長 現在我們看到了昨天那個朗東講了 每一個商圈都在衰敗當中啊 對不對 他在台北市也沒建一條捷運 都別人建的 然後呢 他所做的事情是在疫情之後扯後腿 我昨天不是說了嗎 去去打這個疫苗 叫我要QR Code的要實聯制的時候 那那個桌上只有一個QR Code 上面寫台北通 後來呢 我知道了原來台北通跟呢 我們的1922是相連的 但是呢 我打這個疫苗的那個地方 他只有一個台北通 我不知道他1922可以同時掃描 所以我就問他說 那我不是台北通要怎麼辦 結果他也不理我 所以這個市長就整人 這個整人市長 還可以把民眾黨這個帶進執政權嗎 而且按照美玉的說法 他在民眾黨裡也在整人嘛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人 走到政治的路上 都有他自己終極的理想 可是不要忘記就是說 當你的每一步 其實民眾都認真地在看 柯文哲不是沒有得過台灣的民心 他當年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大家看得好感動 一個阿伯 身體看起來不是很強壯 這樣子哭哭蹤哭蹤 要騎到哪裡去 我們再也不是騎腳踏車 你相信他嗎 很簡短的請教你 曾經相信過 他是一個總統級的人物嗎 現在不可能是 好 結論不可能是 所以所有的台湾的医生 在他选总统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支持他 只剩下一个他自己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人 最重要是要让人感动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看到感动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 想选总统的人 没有被彻底的解剖 没有被彻底的看穿 没有被彻底的呈现 赤裸裸的把真相呈现在 我们台湾人的眼前 这是我们施责 所以未来我们会 陆续的讨论 但是刚才明玉讲到了 他要去挖国民党的墙角 而且他挖的墙角里面 如果他真的派了 蔡炳坤到台中市 这个蔡炳坤对于卢秀燕 是有伤害的 应该是对不对 所以冠婷今天要帮我们 分析的内幕就是 为什么卢秀燕这个妈妈市长 这个本来很温暖的 而且是要营造 让台中的市民觉得 他是温柔的 不吵架的 不极端的一个父母官 突然在一夜之间 找了一个战斗级的 斗级级的新闻局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最新的发展 就在年假一结束 七号第一个上班日下午 台中市长卢秀燕 立刻宣布 黄国伟职务调整 从新闻局长调任 有几职顾问 八号由卢秀燕 亲自主持人事不答 接任的新闻局长 郑兆欣 今年四十一岁 由美国南加大 公共政策管理硕士学位 过去长期担任 立委江启臣的特助 在江启臣担任 国民党主席时期 任职国民党文庄会副主委 也当过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的新闻局长 经验丰富 与其说是战斗团队 不如说是奋斗团队 我们大家一起来 为台中市民来奋斗 创造台中市的美好愿景 外界猜测 是因为中二立委补选 卢市府被外界批评 战力不足 所以选后不到一个月 卢秀燕火速撤换 政策化装师新闻局长 证照新能出现 应该靠的是双重特局 一是他鲜明的战斗篮 形象火力十足 以及他长期担任江启成幕僚 这一次卢秀燕借降 也形同与台中红派少主 江启成维持友善关系 我个人是受到了 卢市长的邀请 那当然我也感到 非常的荣幸 未来台中市政府 采取双发言人制 黄国伟与郑照新 都会针对于情 做及时回应 郑照新走马上任第一天 戴上了印满2022口罩 是否鉴指2022年底 台中市长选战要拼赢 郑照新说媒体想太多 也或许是回避媒体 追问选举战斗内阁的成型 卢秀燕没有就郑照新的人事任命受访 开春后的第一场市政会议 卢秀燕坚持市政优先 这虽然只是一个新闻局长 可是我们因为了解了政治运作的内幕 郑照新是高雄市韩国瑜市长 的新闻局长 结果韩国瑜被94万票罢免掉了 后来他是江启臣的第一爱将 然后江启臣选党主席也败了 之后在罢免陈伯伟或者是 袁宽恒的选举当中 他还是袁宽恒的测试 结果袁宽恒也输了 那卢秀燕居然在这个时候 找了这个斗机的战斗兰的炮手 去做新闻局长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们今天有打电话跟他约访 他说他的工作跟选举没关系 他只是要做市政 然后呢 他说他不是战斗团队 是奋斗团队 我觉得在分析这个 卢秀燕为什么要用他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郑昭新这个人 郑昭新当然圈内大家跟他很多人说 可是观众朋友可能比较陌生 郑昭新长期在台中 当江启臣的算第一爱将 其实他是少数国民党内 愿意跟媒体沟通的助理 所以他跟媒体的关系 过去这几年来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 不管是台中还是台北的媒体 那大家会觉得说 他也是少见 就是国民党内学经历很不错的 他是南加大的公共政策硕士 他已经也念都市计划 老实讲是一个质地很不错的 一个优秀的年轻人 那他展露头角 在江启臣这边之后 后来其实大家最对他最大的认识 就是他去当韩国瑜的新闻局长 所以他同时具备有红派的角色 我们在检视中二选区的时候 严家是黑派 他长期是说真的是江启臣 红派系统中重要的智囊 幕僚 新闻工作的相关的一个工房 都是他会主导 所以红派他涉入也非常深 跟很多红派的议员 跟一些议长 副议长 关系也都很好 那后来他同时具备红派的角色 他同时因为后来去的高雄被延展当新闻局长 他跟韩家军的这个形象也是非常强 那当然他后来这几年跟战斗 很多人也保持很不错的关系 所以他今天这个动作发布了就任了之后 外界的解读是认为说 卢秀燕团队会从本来的妈妈市长团队 转变为战斗团队 一个妈妈变成战斗女王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就差太多了 那郑州刑他当然对外的讲法 官方说法一定是讲市政 我是新闻局长会这样讲 可是真正他想要战斗 我觉得不外乎几个点 第一个就中二选区的选举 揭露了就是卢秀燕市长 表面上的高民调 背后很多不为人这一面 你跟地方太细的结合 你对于很多地方势力的纵容 甚至你公共政策 对于以前前市长林家荣时期的破坏 这件事情会被检验 那他为什么要用正造型 我还是讲一下 我们要去想他为什么要这样用 要思考 这个市长他一贯的策略 其实人会改变 可是他的行为模式不会改变 卢秀燕他一贯以来 其实他很少 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是媒体人出身 他觉得他自己很懂媒体 他也知道怎么样回避敏感的问题 他常常讲就谢谢嘛 就不回应 可是很罕见的是 六都的新闻首长 他在不到四年的任期内 换了三个 这三个的背景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你会看 卢秀燕用人就是这样 第一任是吴皇申 吴皇申是现在的研考会主委 他是当时严利敏的助理 所以其实跟黑派的合作 那当时吴皇申 这第一任局长 在二零一八年的选举的时候 就是进驻到卢秀燕的团队 黑派派他去帮卢秀燕 那选上了之后 论功行赏 让他去担任 可是卢秀燕对吴局长 没有很信任 这个其实局内 我们以前的同事 也都有在聊 所以派了 现在也在当主持人 钱宜君 媒体人 去当顾问 那时候很有趣哦 局长室旁边是副局长室 卢秀燕叫人 把副局长室的牌子拆掉 把它变成顾问室 所以钱宜君 就坐在吴皇申的旁边 吴皇申怎么可能做得好 顾问就是卢秀燕的监军嘛 因为他们当时内部就觉得说 吴皇申局长 其实也是我学长 政大学长很优秀 可是他比较熟台中的媒体生态 可是跟台北不熟 所以他就派了钱宜君 去当顾问 然后监督他 说真的 你这样领导怎么行 一定双头马车嘛 底下当时 我以前的很多同仁就跟我说 那他报告不知道跟钱宜君报告 还是跟吴皇申报告 对 后来这个体制 当然没有长久 后来吴皇申转任 严考卫主委 钱宜君禮职 回到媒体 转任黄国伟 第二任黄国伟是媒体出称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用 就国民党喜欢的类型 温良公俭让 做人也很客气 然后也比较不会 扑扑跳 那对同仁也都还蛮好的 但是比较温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 就是卢秀院内部 我说真的 以前的市府的同仁 大家聊天 也都有讲 就是说 对于他就是 比较没有强力为政策辩护 这件事情是稍微对他 有点维持 那又一样的模式又来了 黄国伟卸任新闻局长 换现在的就是郑兆新 可是黄国伟不是请他走人 兼任发言人 然后转为市府 又是市府顧问 那这个市府顧问 我还不确定 他到底办公室是不是在 在那个政策县隔壁 应该看来不是 应该是在市长室旁边 那这个这个顧问就是之前 前宜君的那个缺 十二指等 一个月十几万 那让他去这边 然后兼任发言人 所以现在台中市政府 又同时有两个发言人 卢宣都喜欢玩这套 第一时间 2018年卢宣就任的时候 当时也两个发言人 一个是新闻局长 吴皇生 另外是谁 当时所谓的柯家军 那个官吕局长 林小琪 当时也是两个发言人 可是说真的市府哪 需要两个发言人 市府他有事情都直接问市长啊 或者是局处出事情 就问局处首长嘛 但这个是卢宣一贯 他的操作的模式 讲白了就是为他隔防火墙的方式 那他现在的定位看起来是这样 郑造星因为他跟台北的政媒全熟 那媒体的政论节目也可以上 那跟台北的就是媒体也都可以沟通 不管跑国民党的还是电视台 网路的他可以沟通 看来在选政的攻防 他会是主导这个大剧 所以是为了选举嘛 为了连任把他调过来 那黄国伟他因为对市政比 郑造星熟 所以他继续就是做市政相方面的回应 他大概是又是一样用这两头去做出 但是这个对他的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嗅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氛围 蔡炳坤如果去 蔡炳坤是胡志强时代的副市长 而且蔡炳坤在台中影响率其实非常大 这个我就必须要回来讲民众党 卢宣现在受到的压力 不是只有中俄选区 大家对于严加 对于台中市政府的检视 他个人现在崩盘当中 就是他希望在跌 我认为还没有到崩盘 但崩盘中 因为大家认为说 过去他妈妈市长现在是假的嘛 你跟地方这些派系 跟地方这些有问题的人这么近 那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 就是说民众党现在的策略 我们刚才在谈民众党最近的 包括蔡壁炉这些布局 其实我们要站在民众党的角度想 民众党也有一些朋友 我们要我们正面完全跳脱 民进党国民党的思维 最近的这些新闻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民众党成立以来事后的验证 所有放出来的新闻 都他们内部放的 拔炒撤风向是民进民众党的一个 一个常态 那他们的体制是这样 2020年 民众党后来在立委的选举 取得五籍不分区之后 当时的蔡壁炉 其实是掌握整个党中央 是牢牢在握 他是什么时候失事 就是所谓的党权 开始受到质疑 他是在高雄市长补选的时候 当时民众党有提一个人 我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字 吴义正 那后来他就受到了挑战 那他的整个领导 就是民众党 这个位置开始不稳 那后面谢立功上来之后 他带进的团队跟他部队 其实民众党内部人就讲 这小蓝啊 民众党其实很不想当小蓝 他们认为他们有自己的主体性 那谢立功这个小蓝 当然刚才 明宇姐有讲到几个 他们后来被质疑了点 但最关键的一个 我问到的消息是 其实是这一次的这几个提名的人选 谢立功主导提名人选 议员的候选人很多有问题 可是他并没有及时去做处理 那这个时候蔡壁如就有了机会 就是重新回来嘛 那我还是要讲民众党是一个很会斗争 跟你会看目标的政党 你不要讲什么人情 为什么蔡壁如这时候回来掌握主导权 无论他有没有揭秘书长 因为接下去就是提名 对啊提名台中 如果是蔡炳坤的话 会拿下这个台中市长位置吗 还是会分掉卢秀燕的票 蔡炳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奇啊 蔡炳坤以前他当过中一中的校长 他是蓝的吧 蓝的 然后胡志强市长多么的欣赏他 我稍微讲他们的官秀 他以前是建宗校长不是 他以前是建宗校长 胡志强市长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他的第一爱将 当时的副市长肖家琪 但是有一阵子肖家琪 因为去当内政部次长 那当时蔡炳坤的责任 就变非常重大 当时蔡炳坤所有台中人都知道 他就第一副市长 胡志强因为后来市长 他身体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很多事情会仰赖副市长的帮忙很多 那后来就是蔡炳坤真的分担掉 他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台中市 他虽然当时他督导的是教科文 就是文教的部分 但其实市政的建设跟很多部分 他都有参与 所以他如果下去选的话 会拿掉 会瓜分卢秀燕的票 他的票员 卢秀燕會任凭民众党 这样提名这个人来替他的连任吗 他看起来就可能重叠 这个情况之下 撒咖嘟的话就会输啊 所以所以他他今天就是要 你看用证兆心 这个动作就很明显嘛 用证兆心去打这个蔡炳坤 还是打谁 韩粉至少牢牢在握啊 蔡炳坤也有磕粉 蔡炳坤有韩粉吗 蔡炳坤我们要把他 跟一般的民众党又有点不一样 我刚才讲完蔡炳坤的背景 过去蔡炳坤的实力 跟他的影响力的范围 其实原台中县区还好 他是原台中市区 所以台中县就是红黑两派 所以那现在黑派又开始有问题 有问题 跟他也有一些摩擦了 所以红派的郑昭 现在负责 对就是你你你你 你你当然跟县区的关系 红黑两派的沟通 他造星这次中央选区的不选 他有全力的帮忙 不过我要稍微讲一下 郑昭鑫 盧秀燕用他 我我我个人认为了 还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一个做法 因为讲反话 我不是讲反话 我看民进党的在地的人 都好高兴 因为呢 在台中 盧秀燕等于形象翻转 三年来温柔的妈妈 突然变一只斗鸡 斗鸡的鸡母 这个 这个事情早就在中俄选区 被被检视完了 中俄选区早就戳破了嘛 信任度 所以他现在只好恢复原创 要打斗了 变成那个 这个胸婆娘 那个卢秀燕 回到派系 然后回到敢为他战斗的人 这个是他现在用征兆性 很重要的原因 好 这个的选举 当然我大白话说 这是民进党的机会 但是民进党 要推出适当的人 而且呢 要有高度的企图心 在很多的地方 昨天我们节目说过了 不准是台北市的讲官 没有那么强 这个在场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要推出一个好的候选人 然后就要跟人民做 非常坦诚的论述 因为人民是接受的 台中也是这样 那最后要请教维员了 那如果民众党这样子 一直去跑你们的根 连台中这个卢秀燕 本来名料那么高的 那现在都面临了 必须把一个战斗蓝的一个 新闻局长这个换上来 那可见的是有危机啦 那更别讲其他地方啦 我认为虽然一开始说 这个蓝白盒看起来是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讲出来的好 那民进民众党一开始就说 我们不要跟你合 他很多态度都是说 对于这个合作 他感觉很怀疑 但从民众党现在布局 全他各县市 看得出来 他在换取一个筹码 他各县市摆自己的 这个绅士首长的候选人 就是希望不管是国民党 或哪个政党去跟他谈嘛 去跟他谈说 哪个县市要共推 哪个县市不共推 他们可能也没有共推的问题 因为他推这个市长候选人 是为了市议员嘛 因为他现在要遍地市呢 这个散花 他才能够有市议员的人选啊 我认为市长候选人 现在当然需要母鸡 但母鸡要够强啊 如果今天母鸡不够强的话 对于他县市的时候 但他市议员选举 其实没有特别的加分嘛 你讲的母鸡是科吗 还是其他 各县市的各县市 但是蔡平花很强啊 对 那当然回到这个